你才去撒这样的话 你才去背叛婚姻 我背叛什么婚姻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是这样的女人 早知道她是这样 我之前就不可能 那么去帮她 我就不可能 多跟她说一句话 够了 李小俊 你仔细想想 你还有点说这样的话吗 一开始这个衬衫的事情 后来这个房子的事情 还有医院的事情 一件比一件过分 直到今天 你都做什么了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你就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就是对婚姻 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男人 你这样对可可公平吗 外面的女人稍以诱惑 你马上就招架不住了 小俊呢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你们两个人 刚刚要提余婚 这件事情刚刚和好 还没有恢复关系 你就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喜欢王可可 你要真的不喜欢她 你直话告诉人家 你不用做出这种 这种肮脏的事情 你太让我丢脸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你这儿子 你给我滚 我不想回去 那个家没有王可可 还叫家吗 好啊 好啊 你现在说话这么有志气是吗 那我也告诉你 如果王可可不回家的话 这个家也没有你 走 你给我滚 大夫人 什么 那房产证就写的李小郡和那女的名字 太不像话了 我一看那个女的 我知那女的不是一好人 竟敢勾引我女婿 别人勾引她她就上钩 证明她自己也有问题 我以前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 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骗我 我怎么那么傻 我一直都这么相信她 我真是瞎了一眼 李小俊怎么干出这种事啊 我还把她当儿子看 我们怎么能攀成这样的亲戚呢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有事业 没有家 没有干亲 我什么都没有了 宝贝 你还有咱们这个家 还有老爸呀 爸 我要跟他离婚 我这次离婚了 我这次离婚了 我告诉你 你们亲 我王金国是有原则的 在这件事上 我不会付出的 爸 你们错在先 你们这样伤害我女儿可可 在这件事上 我跟你们没烦 你告诉我 李小俊哪儿去了 你把她给我找出来 我看她是不是男人 她敢不敢面对我 我跟你说 她在外边勾搭女人 背叛我女儿 把我们两家 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 还贴上别人这名字 天下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呀 你们离家 不是口口声声说 什么 不想占人家便宜 也不想让人家背后 说你的坏话 带你们做出点 光滨磊落的事来 连这种下山的事 你都做得出来呀 我告诉你 你们欺负我 我王家没人是吧 笑话我们可可 没家长是吗 是 老王 这些事都是我的错 你骂得对 你骂吧 你不是能吵吗 我今天跟你吵到底 我奉陪到底 咱把这事给吵清楚了 婚前婚后 他们闹的这些事 就算家里的事 可后来呢 你儿子和外边的女人 搅和在一起 不是一天两天 一次两次 也不是一两个女人吧 当时我还真是轻信你了 你说你儿子在外边 做事光明磊落 现在我们傻 我就相信了 我们没有什么证据 也不能乱说话 可是现在呢 这房子的事 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老王 我相信这件事情 小军一定会给可可 一个好的解释的 他一定会的 但是 首先是我错了 我没教育好这孩子 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说 真的都是我的错 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老女人 就是让你儿子 让我女儿背上这么大的屈辱啊 不是 老王 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 一开始这个女的 送她衬衫的时候 我就应该拦着 我就应该管 我知道 是我失责 我没管住我儿子 真的是我的错啊 老王 李小峻 是看上那女的漂亮吗 要论漂亮 我女儿比她漂亮一百倍 我看你们家李小峻哪 就是看上那女的有钱了吧 老王 事情不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我跟你探讨过 我老觉得小峻 小峻喜欢比她大的女人 有哪个男的 不喜欢年轻的 还偏偏喜欢大的呀 我就老觉得他有恋母情结 行了 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 我看你们家李小峻哪 就是见钱眼开 人家送给他一点小东西 他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现在好了 送他到房子 这你们离家就高兴了吧 都说儿子要穷养 女儿妇养 我看你是把你们俩儿子 当闺女去养吧 你也想让他 向外边走错路的女孩子 去帮大款吗 我说错了吗 这不是你儿子吗 你儿子在外边 帮了一个有钱的老女人 一把把房子搞到手 然后把我女儿子给我赶出家门 这不是事实吗 你不是说你厉害吗 你不是说你叫贼有方吗 这就是你教育出的好儿子吗 这是你们离家的优秀之音吗 你说话呀 你能不说了 宝王 真的 我说是 很多很多事情是我没想到的 我从来没想到 养一个孩子 还有这些事情 当初在医院 我看到小俊 那么小 那么小 早产 没有人要 没有人管他 那我就把他 我把他抱回来 我就在想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养好他 我以为养他很容易 让他吃饱 喝足 盯着他的学习 让他考上大学 但是 许老婆 生孩子 他的人生就完善了 我 我真的就这样以为的 我就这样把他就抱回来了 就这样养他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老王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长大了 他也会有主意 他也会做错事 会伤害别人 他也会做错事 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想到 是我的错 这小俊是你抱回来 不是你亲生的呀 我 这小俊是你抱回来 不是你亲生的呀 这小俊是你抱回来 不是你亲生的呀 我 小俊不是李美琴亲生的呀 小俊不是李美琴亲生的呀 你帮我 对我好 照顾我 可你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我申请外调 卓然公司 你说我要是过去了呢 还可以替骑士公司 申请一些专享资金 你要是去了那个公司 那我们公司 就不会有人在为难我了 我还有可能 能够完成我的任务 你是答应了 那件衬衫 到底是谁买给你的 我妈不是说了 我妈买给我的呀 那我怎么不知道 我帮你那是因为 工作上的事情 请你不要误会 那你在医院搂着我 陪了我一个晚上 这不就是对我好吗 老公 你回来了吗 还没有 那你在哪 我在公司加班呢 你怎么跟他说的 说你加班 你要不是真的对我好 你为什么要骗他呀 你们什么时候说呀 老板刚才回复了 他说很快要回来 就商量这件事情 那要说得很满吗 人家能跟我商量这件事情 已经很不错了 老公 十二点了 你怎么还没谈完事啊 我现在还在加班呢 老公 你回来了 你老板怎么说 我 我喝多了 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 我们俩住酒店的时候 你说得清清楚楚 让我等你的 这也是骗我吗 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跟你住酒店了 豪华酒店 两千块 你昨天请老板喝酒 花了两千块啊 不是的 不承认吗 我说的话 句句都有证据 自己看 我们之间没有错 却只能擦肩而过 只怪我的心太软弱 要用多少的痛 多少的爱 换回你的心 最后的等待 也被淹没在深海 也被淹没在深海 该用多少时间 多少眼泪 你才会明白 心还在期待 却说不出来 心还在期待 却说不出来 喂 园经理 上班 好 我马上到 可可 老爸知道你心里委屈 我看你这样 我真的很心疼啊 我看呢 还是把问题调查清楚 在下定论吧 那个光盘是哪儿来的 那个光盘是哪儿来的 是不是有真实性啊 你说你是相信李小俊呢 还是相信外边的什么人呢 你记得 上次找你婆婆的时候 我跟你说什么了 夫妻之间啊 要多沟通 有问题 有问题呢 就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能老把这离婚呢 挂在嘴边上 你找小俊啊见个面 好好说说 还有 你看你婆婆 为你们这事 着急上火的 你也就别再折磨自己了 爸 爸 去他们哪儿了 说什么了 老爸替你狠狠地骂了一顿 李小俊啊 我为你出气啊 可可 听爸爸的劝吧 别拿自己的幸福置气嘛 我看你这样 这一宿都没睡好吧 怎么睡得着啊 身体要紧啊 你像我们这个年纪 要不注意身体 那这一天就一个样啊 你睡得挺好 我能睡好吗 我看你红光满面的 心大着呢 啥事都没有 老王啊 就是我昨天 一家伙跟你说了 那么多话 我想告诉你啊 就 这 这 这是我守了半辈子的秘密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你要说出去的话 我跟你拼命啊 你也不容易啊 大半辈子 比这个孩子付出这么多啊 那你打算 满小俊 满多久啊 实话告诉你 我是希望 满得越久越好 我希望这辈子 都满下去 小俊这孩子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是 所以 所以老王你知道吗 我特别自责 我觉得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真的 我 我们家可可 一宿就瘦了不少啊 这早饭中饭都不吃 我这心里啊 鼻涕多难受 老王 可可是个好孩子 是小俊错了 小俊没福气 我 都没关系 我 有 我 没关系 我 在 我 没关系 我 是 小军 发什么愣呢 公司不给你借钱 你就愁眉苦脸的不好工作了 还开始玩迟到呢 这不是你风格呀 我说你们一个个都怎么了 你老婆被公司开除了 程总也走了 你是不是也想回家待业啊 你说程总离开公司以后 还能找他这么好工作 猎头公司啊 肯定都把他拉进黑名单了 这个程总不是那个方总 但是胜过方总啊 你把小军的事情跟老王说了 这话赶话的我一下没把持住 就把实话都说了 你现在是跟老王无话不说了啊 美凤啊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当时特别难过 你知道吗 人家老王是来兴师问罪的 人家说的每件事情都在理上 都是咱小军的错 你知道我这心里难过得不得了 我这心情特别特别地不好 一下没把持住 就把实话都说了 那小军他到底有没有做那件事情啊 美凤啊 他有没有做不要紧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摆在大家的面前 你说我能说什么 这小军真实就是没看出来啊 你说你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 他现在居然做这种事情啊 你真是浪费了大把的青春啊 为什么就没有看到你的好呢 妈 那你现在看见了吗 我现在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真的吗 那你说说我哪好 是 是 你 你 你很善良 不会替别人着想 还有呢 你很乐于助人 别的别的 还有别的吗 你很乐观 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都很乐观 你还笑 那也得看对谁了 依依 要不是你 我家现在变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不是说好别说这是 说这样的话 那你要嫌我多余我走吧 别别别 你 不是 我 我着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的意思是 我想开一家属于你跟我的店 这 没听明白 那你不就是想拉我入伙 跟你一块做生意吗 还有呢 不是入伙那么简单 我想说的是 我想开一家属于你跟我的店 懂吗 不懂 不是 这怎么不懂呢 这 算了 继续找店 不 阿姨 阿姨 妈 我也都上个网 你挨声叹气的干吗 你哥要离婚了 他怎么又离婚啊 不是才和好吗 还不是你哥的事情啊 他怎么了 他劈腿了 什么 我哥这么正能量的人 也能在外面劈腿 我嫂还那么通情达理 难不成 他们俩刚结婚 就视觉疲劳了 所以我跟你说 这全世界的男人啊 都是不靠谱的 谁说的 张健健就是最靠谱的 我不管你信不信啊 张健健这三个字啊 不许你再提了啊 那刚才是谁提的 去去去 你在看什么呢 我又没问你要钱 管我那么多干吗 你女儿 现在在做一件大事情 给老妈看看 还做大事情 你不要出去闯祸就好了 你好 我们之前在网上 申请过贷款的 今天打电话 让我们过来谈一下细节 你们申请贷款二十万 对 我们想贷二十万 我们想开一个有特色的面馆 对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设计的面店装修 很适合现在年轻白领的风格 你们要开的面馆门面投资 就占据了一万以上的资金 培育客户至少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个行业竞争太强 投资回报风险很大 所以你们的申请没有通过 建议你们换一个项目 天剑 你也别太灰心了 要不 要不咱们就先用上那六万吧 那六万块钱是拿来急用的 要是我妈没事了 这个钱还是要还给葡萄吧 葡萄肯定不差那点钱的 咱们先把这六万用上 加上我卖店的钱 凑起来差不多有七万吧 咱们都先用上呗 其实把钱花在店面上 是挺不划算的 要是我们店没做起来 这房租就等于打水漂了 说得也是 但咱们也不能就只在网上卖啊 建建 你看我这个点子怎么样 咱们做一个流动的店面 用餐高峰期的时候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卖 不是高峰期的时候 咱们可以接受网上预定 还可以送餐服务 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意思就是 做一个流动的小三车 对啊 对啊 这个主意挺好啊 要是我们不送餐的时候 车还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 对 老板真棒 要不再考虑考虑 这个难度太大了 那改装要多少钱啊 二手面包车三万 改装费四万 这也太贵了吧 光是车子就要花七万 是啊 光这小车加美容改装费 就把我们这点钱全花光了 对啊 还没算上别的用品呢 还有什么厨房用品啊 杂七杂八的 过碗瓢盆 加起来得十几万呢 是啊 买了这个车 你还得保养 美容 加油 买保险 加上我妈用的药 加上房租 想干点事儿 怎么这么难啊 要不 我没问葡萄再借点 别呀 我都欠他两次钱 还没还给他呢 再借第三次啊 我开不了这个口 让他觉得 我这个人只是为了钱 不行 那怎么办呀 如果你不去问的话 那我们的小店梦想 就要就此破灭了 这可是你答应我开的 第一个面馆 我是老板 我说了算 我 我拉不下来这张脸 你拉不下来 我可以不舍不上你 我看你这张脸 都要了解 但是我可以不舍不上你 我那是真的 我会把我看的 不舍不下了 我一会 不管你 你还是想要 那简单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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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你问我的那一天 是凄美的谎言 还是约定的永远 奢望的缠绵 总是难以兑现 爱情只能再回到原点 在你离开的那一天 幸福的誓言 刚说到了一半 最后的离职 还是难以婉转 只剩下寂寞的纠缠 要用多少的痛 多少的爱 换回你的心 最后的等待 也被淹没在深海 该用多少时间 多少眼泪 你才能回来 心还在期待 却说不出来 妈 喂 小俊呢 妈妈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给我打电话 是吗 你不是说可可不回来 我也不允许进家门吗 你看 你还在赌气 小俊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 你在说什么 妈 我怎么可能会去找她 你们都别管我了 我想静一静 小俊 别挂电话 妈妈只想问你一句话 小俊啊 你问问你的心 你真的舍得 失去王可可吗 就算小俊犯了天大的错 你也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啊 妈 其实我想想 这些也都是我自己错的 当初果果 却我和孙茜 不要那么快踏入婚姻 我们俩还一起笑话呢 现在想起来 我真是为什么要着急接这个婚姻 当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 你们想让搞不好 甜蜜也好 幸福也好 还是在恋爱的感觉 可是结婚以后 被生活的琐碎啊 慢慢地给冲荡了 能不能再坚持下去呢 靠的可不是当初那份情感 而是相当地理解和信任 可是我这么信任他 他却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想这事啊 八成是那女人搞的鬼 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查清楚啊 如果真是小俊的错 老爸支持你 你跟他离婚 可是万一我们又误会了小俊 伤害了你之间的情感 那不是很可惜吗 这还用怎么调查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她确实跟那个女人开过房 而且现在房产镇上 都是她和那个女人的名字 这是我冤枉她吗 可可啊 有些事情 不是你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的就是事实 当初我和你妈离婚 就造出了很多误解呀 如果你和小俊 连这些误会都没解开 就离婚了 伤害的不只是你自己呀 喂 装修公司吗 我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需要装修 装修的风格 浪漫温馨一点了吧 对啊 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 我去你们公司做一下 我们聊一下方案的问题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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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